大家好,我是Terry 我们今天继续测试在Kobi的生涯模式 一起看着他参加扣篮大赛 如果你们喜欢看这个系列的视频 请点赞加关注 刚刚参加完三分球大赛 确实比以前有所改动 电脑很强 Kobi杀入了第二轮 但是还是鲨鱼而归 据说扣篮大赛改动更大 但是科比还是要力争夺冠 别忘了科比当年的扣篮大赛 可是踩着雷阿伦和芬莉夺冠的 我们来吧 一起看看次世代扣篮大赛是什么样的 我们进入扣篮大赛的现场 不知道今年会碰到什么样的对手 胖虎威廉姆斯 科林斯 莫兰特 怎么还是他们 本世代就是他们 胖虎是第一个扣 怎么是一样的对手 他在等什么 好了他开始动了 看胖虎第一扣会扣出什么样的扣篮 一个360度的背扣 他自己扣完以后感觉很爽 非常爽 看一下回放 确实力量十足啊 胖虎西安威廉姆森 第一颗扣篮拿到了42分 不知道这个算高还是低啊 科比第二个扣 这一代就是要用右摇杆来做出不同的动作 我们来试一个胯下扣篮吧 先试个胯下扣篮 到三分线的时候加速 来吧 胯下扣篮没做出来 做了一个360度的扣篮 看一下回放 看起来有一点普通啊 有一点普通 不知道能拿多少分 42分 和西安一样 还行 感觉还可以 但本世代轻松只能拿50分 第三扣是莫兰特 我其实不懂2K为什么总让莫兰特参加扣篮大赛 看他第一扣能拿多少分 一个反弹球的转身扣篮 在我看起来很弱啊 这个扣篮很弱 他自己还是很爽 拿了31分 只有31分 果然 第四扣 克林斯 克林斯总是一副别人欠他500万的臭表情啊 但是他的身体素质确实是不错啊 也是从底线走 这和莫兰特一样啊 抄袭 抄袭者 这是在干嘛 几乎和莫兰特一样的扣篮动作 果然只得了30分 第一轮 科比和西安都是42分 并列第一 第二轮开始 西安还是第一个扣 他第二球会用什么动作 一个大风车灌篮 还是强调力量 看一下回放 哇 32分 比第一轮还低啊 科比第二轮只要超过32分就能夺冠 我选个什么动作啊 选个胯下扣篮吧 哎 第一轮没做出来 第二轮做出来了 这个应该能超过42分吧 这颗球的观赏性肯定要比第一轮的扣篮要高 而且是科比确实在扣篮大赛上用过的扣篮 希望能拿个高分吧 夺冠算了 还是32分 和西安一样 又打平 什么情况 莫兰特扣篮 莫兰特第二球必须要扣出50分 才有可能追上 这个太普通了 这个太普通了 这个比第一轮还普通 就是个反手扣篮 33分 他至少比他第一轮扣篮的分数要高了 柯林斯 看柯林斯会怎么扣 第一轮的抄袭者 第一轮是30分 难道又要抄袭 没有了 扣飞了 扣飞了 这货 他应该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尝试 第二扣抄的科比的第一次扣篮 360度 他来的纯粹就是要抄袭是吧 他只会抄袭吗 果然还是只有30分 你别抄别人的 科比和西安74分打平 我估计要加赛了 要加赛 按道理来说就两轮 还是西安先扣 这是个劲敌啊 一个背扣 上来一个背扣 西安威廉姆森的特点就是扣篮 要强调力量 这个动作是比较普通 看能拿多少分吧 31分 31分 但是我真没把握能打败31分 因为次时代扣篮 你不确定扣出来他会给多少分 我们试一个什么扣篮 超过31分才能夺冠 我已经忘了怎么操作了 瞎机吧 按吧 哎 这个按的还可以 居然还用出了拉纹的扣篮动作 我们看一下回放 这个可以的 这绝对可以 32分 超过西安 1分 拿冠军了 106比105 险胜1分 牛逼 完成任务了 科比 力压 胖虎状元 拿到了扣篮大赛冠军 这一代扣篮大赛 确实变化太大了 有人可能觉得2K不太走心 我倒是觉得趣味性多了一些 因为以前的扣篮大赛 基本上特定的扣篮动作 时间点按队肯定能拿高分 这一代稍微有了点技术含量了 但是最重要的是 科比夺冠了 我们下一期是科比参加 全明星正赛 和联盟的巨星们同场竞技 能隔扣几个巨星 我们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